那每一个偶像都需要不断地历练自己各方面的形象 那接下来说到的 我觉得她在精神上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桑兰 我们非常熟悉她过往的故事了 那曲曲折折之后 最近传来的终于是好消息 听说她要结婚了 爱上了什么人 走向了怎样的一个家庭 我们来看一下 从当年的飞机门保姆门 再到最近几年持续地打跨国天驾官司 桑兰多次处在风口浪尖 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 他就是黄剑 在公开场合黄剑的身份是桑兰的经纪人 他多次挡在桑兰身前 他不负责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假如真的他一个人到美国去的话 他只能在医院做一些康复 那么剩下生活的问题得他自己解决 从当年摔成重伤到卷入一系列的负面风波 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 如今的桑兰也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心情还可以 前段时间可能心情对于我来说可能压力比较大一点 也挺难受 但是这段时间好多了 我已经缓过来了 已经步入到正轨的生活当中 也正是因为这一连串风波 让她与朝夕相处的经纪人黄剑走到一起 最终决定结婚 近日有消息称 桑兰和其经纪人黄剑已经订婚 两人将在今年年底前去访婚礼 黄剑曾是一名机械运动员 退役后成了一名职业经纪人 在桑兰之前她曾有过婚史 两人透露正是因为过去两三年经历的风雨 让他们产生了感情 尤其是之前备受瞩目的跨国官司 成为两人感情的催化季 我们也祝福这一对经历风雨的恋人 能够幸福地享受今后的生活 有的行业地患难见真心